現代人追求生活品味 我們的護主都對穿著配搭很有追求 超名六二岸延背向山徑 是一個與六塊一起共生的屋苑 港澳新居屋的第一站當然是超名苑 超名苑鄰近港鐵黑河站 附近亦都有不同的商場食肆等 生活所需基本上一應俱全 加上張南隧道的新開 亦都令交通更加方便 我們今次要介紹的 就是位於超名苑的一個三方一廳單位 使用面積是461呎 為了配合護主的喜好 我們用上了輕車混奶油風格去設計 現代人追求生活品味 我們的護主都對穿著配搭很有追求 經過商討之後 為了配合護主的喜好 我們特意用上了輕車風格 配合奶油風格去進行設計 令到單位時尚之餘 又不失家庭的溫馨感 輕車風格是源於品質和精緻生活的需求 平衡著奢華和簡約 體現出高質的空間 配合上奶油風的色調 令到空間更加明亮擴闊 透露了一個時尚又溫馨的家居風格 如果你都想知道這種風格適合你的單位 又或者想對室內設計更加有認識的話 不妨卡入我們的Youtube頻道 了解更多 還可以like我們的Facebook 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一直在新界的村屋居住的護主 有幸抽到新居屋 不過村屋比居屋可以用的空間當然比較多 考慮到居屋的收納量 設計師利用了家宵去做房間的間隔 一來可以增加到收納空間 亦都可以用盡空間 減少長生不必要的厚度 除了房間功能規劃之外 亦都在間隔線條做了更改 我們將長生明角撇除 改為斜角長生 融入輕青風格 還可以令到空間有連貫放大的視覺效果 佛廳除了可以休息和聚會 亦都可以令人感受到房間的風格 和護主的品味 配合護主喜歡的時尚 和有品味的習慣 設計師在懸掛面前 做了一個玫瑰金色的懸火金屬板 給廣告品味的護主 可以擺放他們的手袋和手飾 亦都可以配合護主的飾物進行展示 考慮到客廳沒有窗戶 所以我們就在客廳的房間 改用了磨砂玻璃 配合了金屬的線條做了一道門 不單可以配合到輕青風格的設計 亦都可以增加空間的採光度 來到主洋房 明白護主喜歡時尚的產品 所以設計師都希望護主 在房間不同的角度都可以看到 他自己的收藏品 特地在房間製造了一個弧形的飾櫃 另外這個櫃也有另一個功能 同時因為知道護主 備有很多時尚的衣物 所以設計師特地在主洋房 製造了一個長型的大衣櫃 而這個衣櫃還配上了奶油式的配色 設計成配合房間的風格 不過說到衣櫃 就不得不提到 將軍澳潮濕的問題 明白到將軍澳的潮濕問題 所以設計師在衣櫃裏面增加了房潮管 避免護主時尚的物品 因為潮濕的問題而受到影響 兒子和女兒喜歡的東西一定會不同 所以設計師在他們的房間裏面 都有不同的設計 而兒子的房間裏面 就有一個模型櫃 讓他可以擺放他心愛的模型 這個櫃是跟主人房的飾櫃相連 這樣就可以增加更多的收藏空間 而女女房方面 女女房和主人房一樣 用了暗門的形式去設計房門 加入了玫瑰金色線條元素 呼應了整個輕車風格 因為知道女女都比較喜歡田園風格 加上求學階段的女女都快要升上大學 所以女女房的設計都會有所不同 設計師將書桌放到近窗位置 方便採光 而且為了增加田園風的感覺 我們在書桌上用了木製的家具 廚房設計成開放式廚房 不單可以配合整個房間的風格 亦可以將線條帶入客廳 令整個風格更加明溫 浴室方面為了配合整體的設計 門上用了白色的幽靈門設計 配色上都凸顯了大油風格 另外知道護主都喜歡浸浴 不過我知道新屋的單位 喉管都未必適合 所以我們用了無紅石 訂造了一個浴缸 讓護主可以好好享受浸浴的時間 不知道你喜不喜歡這種設計呢? 如果你有甚麼想法 都不妨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還有很多新居屋的室內設計個案可以參考 如果你都想有一個屬於自己風格的設計的話 歡迎按入下面這個按鈕 我們會送你一個免費的一對一支雙服務 立即行動,成就你的夢想家 按鈕 按鈕